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3035冰果市 它是一间奇妙的店 而这间店还有个奇妙的老板 他叫陈可维 可维在他30岁的那一年 因为喜欢宜兰的环境 就毅然辞掉在台北科技业的工作 决定到宜兰来创业和生活 可维说 店里来的每位客人都是他的朋友 他期待他的餐厅就是大家的客厅 3035冰果市 除了招牌的双麒麟 还提供轻食和手工啤酒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道菜 就是可为亲手煮的神秘料理 就是红萝卜 就是龙二代的K里的 还有那个绿色花椰菜 这是永哥帮忙跟合作社 其他农友拿的 那其他部分的话 比如说像南瓜跟马铃薯 我们这一次是没有拿到 友善或有机的食材 所以这个是在一般市场里买的惯性的 那这个南瓜其实很好用 你可以煮汤 煮菜 甚至可以拿来打豆浆当饮料 所以我现在试着是跟龙龙用一个稳定配合的方式 来拉低一些比如说运输的成本啊 然后他们蔬菜损耗的成本啊 这种我觉得是不必要的成本啊 我希望说我花钱就是花债 就是真的是买到这个菜上面的价钱 虽然说这边可能有点猎伤 可是它本身是很可爱很漂亮 她的食材 大部分都选用宜兰在地的友善作物 像是红萝卜 花椰菜 还有番茄 凯莉 宜兰人 是与可为合作的小农之一 被番茄园养大了她 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番茄 大学毕业后 凯莉在澳洲生活了两年 那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让她向往 反来后 她费了很大的力气说服父母 让她回家 跟着学习种植蔬果 回来就想说 其实主要是因为不想用药 当时的想法是因为不想用药 不想要使用那个农药跟化学肥料 想要试试看说用比较困难的方式 因为既然要做那就选择一个比较 感觉上好像比较挑战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做 那因为我觉得可为她 就是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非常感谢 有这样子的 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朋友 因为他们 他们就是 比如说像她开餐厅好了 她可能餐厅的成本 也许并不需要用到 像有机有散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她很坚持的会去使用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她的成本一定会相对比较高 对 所以我觉得很可贵 我会觉得非常的可贵 就是说 怎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做 多多支持一下 真的 依然应该要有这么多好的餐厅出现 才有 因为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 就是好好的种植 先热油 先热油 其实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 就是我每个月都用不一样小龙的米 然后 第一个就是说 能够让小龙彼此之间都吃到 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米 它有种的 有没有比较好吃 那也是让我的消费者 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小龙的米 后来可恶遇到了浙安和他的米 这也是啊 旧城的主顾 林浙安也是宜兰人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 在宜兰的乡间田野看鸟 成安还在台北念环教所时 因为不忍家乡农舍林立 凉田消失 就赶紧回宜兰与老农器座 约好 要以友善的方式种田 好听他的鸟朋友们 争一口饭吃 鸟要建立一个前期路线 其实可能需要建立好几百年 可是人家破坏一个起地 只要两天 所以鸟很 它一群鸟 每一辈子 就是它一群鸟 已经好几百年都经过同样的路线 结果今天图了这个路线不见了 他们整群当然就没办法再 没办法马上调整 但他们可能就会 全部都会因为饿死 或者就无限乱丢 2014年 治安以2.3甲开始起座 两年后扩大到6甲的规模 而现在 新南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 愿意加入护鸟行列 对 阿渡车那边啊 阿渡那边看 我那边 那边 所以这一群鸟弄了 跟这群鸟 那群鸟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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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这群鸟两三十 这群鸟弄了 两群鸟弄了 一噴油了 较不较不较不较 没有人家别人要说 我们如果不较不较不较 那是这样 现在这样下去就较不较不较不较 我这群鸟都用 用油的掘了 对 好似的 听个人採用这个 你都自己掘了 不能看超好吃啊 没噴油了 不敢去噴油了 你不敢去噴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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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一个模式 就是说我们可以 其实我们只要有心 就可以下乡 然后去改变老农民的耕种方式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让老农民可以知道说 生态跟农业可以共存 而且种无农药的产品 其实可以让它获得更好的利润 对 其实那个 像包括水质那边 就是台南的水质 然后苗栗的田边 其实都给我很大 很重要的这样子 这方面的启发 对啊 所以算是让我回到 乡下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能开这样的店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让很多客人 外食族的客人 不煮饭的客人 可以轻松的吃到 那么好的料理 吃到这么友善环境的东西 我觉得真是好事啊 你用这个铲子一推 就是说你能够开出一条道来这样子 就代表已经差不多收干了 在台北其实你没有所谓土地的概念嘛 你顶多就是说有房子的概念 比如说去妈妈听谁说哪里有房子要卖 然后发现一条遗兰就是说你能够接触土地 才有所谓土地的概念这样 然后特别就是说 当你有去亲近那个土地 你可能去除草啊 去帮忙种东西啊 且服售活啊 你就会对那个土地会有情感嘛 我觉得这是人一个天生下来的东西 就好像是类似 我不知道这样的比例对不对 很像就是说 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 就是有一个脐带相连着 那就算说那个脐带后来出生被割掉 我们跟妈妈还是会有一种 一种灵性上的相连 去年开始 可谓不止下厨还开始种田 他有好友们在内城山脚下一起脱肯 而介绍这块田的正是宜兰新农平台 两百甲 拔的就是对啊 一直走土这样子 所以你要种银子的就是 两百甲希望他们能大大拓展宜兰的友善种息面积 在此怀抱农村梦的人聚集 互助 分享彼此的人脉 技术 还有愿景 像是南投的杏盐 云兰的永生 还有来自香港的阿欧 于是可谓找到了田地和朋友 希望将来能提供亲手种植蔬果 与大家分享 礼拜天啊 就请他们在那边剪枝头 就是小菠菜 它的叶子只有这么小而已 那就直接生吃很好吃 或是也是那种披萨丢进去烤 或是Nana如果说我做显摆 好啊 那你有没有照片给 照片给我 我有种子啊 就拿过来就好了 好啊 那我来吃中看看 对啊 那我们先下的话 就是说可以下一些 比较硬的东西 像南瓜 红萝卜 马铃薯 R这些 的 一 对啊 不 王 一 他 从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